大家好 今天是4月27日 星期一 歡迎收看明報五點半新聞 秘司首席衛生官Bonnie Henry醫生 今天公佈新冠疫情在過去兩天的最新狀況 省內新增合共50宗確診個案 累計1,998人確診 星期六到星期日增加了39人確診 而星期日至今就增加了11人確診 目前有97人住院 其中36人需要接受深切治療 省內再有兩間護理設施爆發疫情 分別各有一人確診 另外再有一間護理設施宣布爆發完畢 目前一共有21間長期護理和支援生活設施 以及三間緊急醫療設施的疫情爆發仍然持續 相關的確診個案一共有389宗 社區疫情爆發方面 Superior Poetry的確診人數增加至25人 United Poetry的確診人數也增加至34人 Mission Institution的確診人數就增加到118人 大部分都是囚犯 而亞省Kurl Lake Sire項目的確診人數目前有11人 Henry醫生提到 與這個項目有關的民眾有數百人 衛生當局已經取得名單 並正在努力地與相關人士聯絡 另外省內再有三人死於疫情 累計一共有103宗死亡個案 而好消息是至今有1,190人已經完全康復 東岸方面 看省的確診人數增加至14,856人 灰省的確診人數也增加至24,982人 全國的確診總和增至48,500人 Hello Hello Beautiful, isn't it? Let's make amazing things possible With a better, faster network All across Canada 溫哥華不滿居家令抗疫規定的人士 昨天走上街 有50個抗疫人士 昨天下週 在溫哥華市中心西端的英吉利海溫發起遊行 他們的訴求是奪回你的權利 和還我自由 遊行人士反對在新冠疫情期間 關閉各項服務和反對居家令 認為不留在家裡也可以對抗疫情 溫哥華市警昨天派人為次跌追 不過有人就說警方浪費公帑 在今個月12日 亦都有一群為數不多的人上街抗議 省衛生廳長迪德安曾經說 這些人的訴求是社區中的極少數 呼籲省民不要受他們影響 要專心一起抗疫 大家好 我是卓能聽力中心的李智蓮博士 因為疫情緣故 根據有關指引 我們暫時只可以提供急診服務 必須電話預約 希望不久將來 可以再為大家提供全面的聽力服務 溫哥華公園局今天宣布 溫市泛道森植物公園 和兩個市內高爾夫球場 Facefield Golf Course 和Mitcarrie Golf Course 將會於5月1日重新對公眾開放 不過民眾需要遵守社交距離的規定 範道森公園的距離措施 包括只是在網上售票 民眾要提前預訂入園時間 每個時段最多30個人 遊園路線是單行路線 民眾也需要和其他人保持兩米距離 大家好 我們是明報加拿大發行報的同事 在現時疫情嚴重的情況下 我們知道你不一定方便出街買東西 所以明報現在提供三個月送報上門服務 每日將明報送到你家門口 如果你需要我們送明報到你家 只要打個電話通知我們就可以了 我們的電話號碼溫哥華是604-247-4278 如果想在星期一到星期五 準時收看我們530視頻新聞 記得免費訂閱明報Daily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就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like和share影片 省長福特今天下午1點半 公布安省怎樣分階段重開商業活動 好多天以為很快便可以去飛回靚法 接著去茶樓探一中兩件 但聽完省長說話 結果還是要收拾心情 跌心碎回家Stay Home 除非未來兩至四個星期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持續減少 這樣才有希望全面重開經濟活動 福特今天說的可以說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原則 裡面並沒有具體說到哪些商業活動可以重開 福特說 我很明白省民想重返工作崗位 我也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很了解個宗的道理 昨天我先聽到一位男士跟我說 她說自己沒有公開 老婆又被人炒了魷魚 家裡還有三個小孩哥 拿了聯邦福利 仍然是沒有辦法維持一家的生活 今天安省公布重開經濟的計劃 主要是分三個階段進行 福特說這三個階段是一張地圖 不是日曆 即是說你可以看到方向 但是就不會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出發 按照計劃 如果環境許可 第一階段重開的會是公園和室外空間 醫院的非緊急和預定手術 還有其他醫療服務 第二階段是服務行業和零售 第三階段是放寬公眾聚會限制 要達到三個階段的全面重開 是需要每天出現的新冠肺炎病毒確診人數 持續減少兩至四個星期 我是RD Up 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RD Up Town是你的首選 大家經常去的Costco 金銀全春約核區一間有五個員工確診 這間Costco在Savingard Western Wall 今天還繼續開門 當然衛生局說已經派人去看過三次 做完消毒 也在收銀機旁邊加裝透明膠板 也與該店的管理層溝通過 這就給他開了 很多在店外的客人被殺的措手不及 說根本不知道有員工感染的事 買完東西出來才知驚 今天在大家去開萬感市 屋敗路的那間Costco 繼續是人山人海 看來並沒有寒蟬效應 Costco都算做足功夫 要盡量保持客人之間的社交距離 通常大家都要在外面排半個小時才能進去 在入面 客人退車的期間 怎樣保持社交距離呢? 就大家自己去想了 那不去得街 網購亞馬遜可以了吧? 加拿大亞馬遜也有五名員工確診 至於是哪間就不知了 有員工爆料說在分野的時候 條Line經常是大家要面對面的 那又怎樣保持社交距離呢? 安省首席醫療官Dr.Williams今天說 社區感染還有二百多例 大家要明白真是long way to go 今次新冠病毒疫情 長期護理院變了重災區 很多遠友不幸言役失望 死者家屬認為護理院沒有盡責照顧好路人 聯合起來發起集體訴訟 控告安省幾間長期護理院 對於這件事你怎麼看? 護理院究竟有沒有法律責任? 當然對於死者家屬來說 肯定是極度痛苦 Hamilton的Mike說 他95歲的母親於3月30日驗疫離世之後 他再也沒有收到養老院方面任何聯絡 他覺得養老院不僅不盡責 而且冷漠無情 於是開始積極著手控告這間養老院 目前被控告的養老院已經有六間 疫情還未結束 而由疫情產生的糾紛越來越多 這場官司會打多久 結果如何無人知道 但想起灰散那間為了躲避疫情 而拋低那些老人 不顧他們死活 最終令老人活活餓死的護理院 實在令人氣憤 就算他接受法律制裁 相信都難解家屬之恨 混過華明天28日星期二的天氣預告 早上多雲 下午開始有雨 氣溫最高13度 晚間有雨 最低只有10度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中學文品士通識科今天開考 這課有兩份考卷 卷一入面有三條必答題 今年的題目分別是 關於使用互聯網衍生的問題 國際人口趨勢和本港新聞自由 有關新聞自由的一題 題目向考生提供 公眾對本港新聞自由的評分資料 也有資料提及新聞自由的作用 和國際公約對它的一些限制 考生需描述公眾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意見 並回答新聞自由和社會責任之間 可能出現的兩難情境 有關互聯網的題目 就問及不良上網行為 會引致哪些個人成長問題 要求考生運用資料 解釋使用互聯網 如何對公共衛生構成風險 而關於國際人口趨勢的一題 考生就要參考較發達地區 和未欠發達地區的人口數據 繼而比較兩個地區的人口趨勢 和面對的挑戰 考生許同學認為 今年通識科卷一難度適中 又說近半年 因為社會運動多了留意新聞 令他可以引用不少相關新聞例子 要回應關於新聞自由的題目 他對這題也介有信心 有資深通識科教師認為 今年題目難度和往年相約 事卷涵卻化為恰當 內容貼地 而今年首演的兩難題形 要求考生 要出新聞自由和社會責任之間 出現的兩難局面 他表示考生無需比達立場 而成立就可以 淘瓜辦送王台到 昨天有市民發現 有近100箱過期牛奶被棄置路邊 部分紙箱被打開 有牛奶傾捨一地傳出惡臭 記者今早到場觀察 發現這批牛奶還未被清理 牛奶恰相 寫明到期日期為上個星期五 但有市民今早突然從新界 前來撿走兩箱牛奶 他說昨天在網上得知有人棄擠牛奶 但是昨天沒空 所以今早才來撿牛奶 他認為過了幾天沒問題 他打算了部分牛奶送給朋友 部分自用 現在看娛樂新聞 薛家營今日主動不開名 提到羅茲場 他回憶 曾經一小豬見過面 當時覺得他很有禮貌 我們看看他有甚麼說 他私生活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借鏡 例如我們做藝園 各方面都做得很精彩 包括我們舞台上 我們演戲 我們唱歌都很好 但是本身那個思維 道德觀念 一定要是很有原則 這樣才得到大眾的喜愛 其實我看到那段新聞 雖然他是道歉 但我覺得是很難過 因為可能這件事 會對他的一生影響很大 損失很多粉絲 可能在事業上 金錢上有很大的損失 這個是一個借鏡 希望我們 尤其是我們做娛樂圈 大家都知道 一舉一動 大家都很關注 這方面 希望大家 珍惜自己 珍惜大家 支持你 愛護你 這個很重要 你沒有遇過 你起銀行這麼久 你沒有遇過渣男 是嗎 沒有遇過 他本來我見過他 你自己有沒有遇過 沒有 沒有 他沒有見過他 我跟他做過訪問 他在台灣過來 那時候好像宣傳一隻唱片 也很有禮貌 也很欣賞他的舞蹈 唱歌 很好 不過那時候覺得 他的眼圈很欺負 我還說 大家都不懂 我還說 你是否很辛苦 我是否日夜不夠睡 他就說 他很忙 這陣子很忙 原來是這麼忙 他真的很忙 他真的很忙 因為那時候我不知道這些事情 我也不好意思問 多人運動 這些運動不要做了 不如有空跳抗疫十字步 是嗎 我也會拍抖音告訴他 如果你喜歡跳舞 跳抗疫十字步 你踢他 你踢他 他現在沒有空理你 你的頭都很難 我昨天也拍了抖音 就見水看看吧 要留意一下 如果這樣 他跳的武功 如果這樣做就變得很可憐 今天的新聞在這裏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 我繼續拍一下 我也會 快點 快點